杭州延安路西湖银泰五楼有家AMG影城 张先生说2021年1月份 他在这里购买了很多观影优惠券 自己看电影需求也很大 朋友也多 然后做公司团建福利这种 然后就买了很多 买了100套 每套就是三张券 然后再加12张19.9的券 这样子 三张券就相当于是 那一年 二月份也必须要使用完的相当于 然后他12张19.9的话 相当于是一年之内有效期 张先生说 当时他在这家影城 充值了1万块钱会员费 又另外花6000元 购买了100套观影券 一共有1500张 其中19.9元的观影优惠券 是1200张 今年2月份到期 由于当时还有700多张没用 他通过市场监管部门 与影城协调 把这些优惠券的有效期 延长到了4月30号 4月6号的时候换了个系统 然后换了个系统 捣住我之前的那些账号券 全部没有了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就新的系统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回复这样子 张先生说 影城原来的系统已经不能使用 但他手机里有缓存记录 可以看到未使用的 19.9元观影优惠券 104张 还有其他账号的 一共是420张 影城的新系统里 已经看不到这些 19块9的优惠券 因为月底就要到期 他有些着急 就是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用 就快弄好 所有的正常顾客来说呢 基本上早就用光了 但是这位先生呢 有一个特性 他比较喜欢囤券 他把我海上旗下 成都 南京 上海 文化杭州 他都囤了大量的券 他在实际使用途上中 肯定这么多的量 再加上后期实际上 电影市场复苏的 并不是很理想 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样 类似的一个问题 但是目前的是因为 我4月份 更换了影院的操作系统 但是更换完之后 针对于他这种 优惠性的一个券 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导入 我们实际上也在联系 就是能不能想办法 把它这个导进去 遇到了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困难 除了技术手段 其经理也提出了 另一个解决方案 剩下的400多张券 在正常消费看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量 对吧 但是在他这个 囤积的量当中 已经是微乎其微的 再给他延期 他最多也是 到5月多分 对不对 那么还不如 摒弃系统 这个操作的 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这个券 他的手中就作废掉 补偿一些 免费的观影券 不限场次的 他也不需要 支付费用的 这边有没有一个 大概的范围 可以给他兑换成多少 他400多张 给他50张吧 那我同意吧 1818黄青眼 记住报道